处理 要在这个时候一起做一个整理 新锐艺术家朱舒奇 大手笔买下台中一间老屋翻新装潢 想要成立画室 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太太更因此不慎流产 里面军裂 不止水泥地板严重军裂 明显凹凸不平 抬起头看更夸张 厕所排气管线贯通整个室内空间 甚至遇到下雨天 还有严重漏水问题 工程项目漏洞百出 我只能说我当时是我信任他 你先拆我跟你慢慢你涂再补给我 我可以让我提早把这个立案的流程 也许提早一个月也好 怀运时间轴投诉人在今年一月 和设计师签约 二月动工工程为期半年 希望能完成消防安检 整理管线简单翻新等作业 朱先生按照合约分三次支付三百四十五万 没有什么到六月初到暗场时才发现 工程进度严重落后 要求对方改善却被置之不理 东窗事发后设计师人间蒸发 就算请来住宅消保官勘验工程结果 也完全没出现 一查之下才发现对方的设计师执照 根本就是借来的 创业之后碰上装潢蟑螂 朱先生和太太只能再掏出百万元 请新的工班进驻装修 原本规划全炮汤 面对所指控当时设计师不愿多做回应 投诉人只希望能揭发真相 别让更多人误入陷阱 三船这场杨欣怡台中新闻报道